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银行LBA规则 以及这赋予对客户的责任 现在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Krisken管理公司的斯托弗希尔 那么让我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吧 您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由于银行保密销售制度的存在 银行得到轻松的钱 银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新的调整 所以他们从之前的吸引客户资产 到责怪客户将自己的资产错误地存放在银行里 银行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当他们发出这样的文件 其法律部门未必明白 而客户当然也是不明白 因为之前他们是由于银行的销售 说服存放资产的 而今年这所谓的轻松的钱 导致意想不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尽管这样 银行仍然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您谈到容易的钱 这指的是银行依靠从客户获得佣金 而这样需要退销出更多的银行产品和服务 那么银行到底在回避什么样的真正的问题呢 如果对银行产品的期望或者销售不满意 那么法规遵从性的存在 是为了保护银行 如果对容易的钱不断的需求 这就意味着您的工作职位 奖金 还有工资都依赖于此 那么大家都渴望讲究产品的销售 获取佣金以保障银行的运行 和员工的工资支付 而遵从法规使得对业务的进行 有了一定的限制 2015年我们会面临真正的变动 还是只是虚张声势呢 我个人认为2015年 银行业将会遭遇重度的困难 关于容易的钱 在当前阶段销售的最多的是 结构性和外汇产品 其中有很多都是高杠杆的产品 以当前的利率水平将会很难处理 因此这也产生了降低杠杆使用的必要 而当您走出这一步 基础资产被卖出 这之后市场会发生剧烈的校正 到时候便会出现大灾难 有人认为瑞士将会进入衰退期 我对此完全同意 而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会紧随其后 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将会上涨到 1.12水平 我认为多数的市场参与者 还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这样的变动 到2015年结束之后 所谓的轻松的钱 不再可以轻易获得 2016年将会开启新的篇章 看看今年的情况将会如何展开 这绝对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克里斯托弗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